仔细看 这只丸皮的小猴子是秉性大变了吗 如此的矮然可亲 就在昨天 小猴子还一个凌空跳跃 一脚把小鸡的家毁掉了 完事之后还肆意妄为地欺负着小鸡 因此还与鸡爸爸大战了一场 而现在却与小鸡和睦相处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二哥自从上次帮了小猴子 对于鸡爸爸 他一直心怀愧疚 于是这次二哥充当一次和事劳 宴请他俩吃一顿和解饭 所以说 没有什么事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是两顿 于是鸡爸爸和小猴子 达成某种协议上的逻辑 便有了今天 小猴子带着小鸡在外面玩耍的景象 小鸡在他身边蹦蹦跳跳地打闹着 仿佛已经忘记了昨天的不美好 眼前的小猴子 把小鸡揽入怀中的画面是如此的温馨 突然 他把小鸡塞入嘴中 Oh my god 他这是要干嘛 准备用小鸡踢牙的吗 吓我一跳 原来他是忘记了手中还有一只小鸡 接着小猴子仰望着天空 似乎是在想着 接下来带着鸡宝宝上哪去玩耍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转身带着小鸡离去 Oh my god 他这是准备要教小鸡游泳吗 小鸡在岸边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仿佛一小猴子说道 大哥 不是鸡 不是鸭子 然而小猴子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 以为自己高超的勇技把他们折服了 正在为他高声喝彩呢 于是在水里越游越欢 你认为猴子的笔性改掉了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这只顽皮的小猴子 正在仔细地看着什么呢 转身就骑在了鸭子的身上 用那双毛茸茸的小手 就要上前去掰开鸭子的嘴巴 然后贴近嗅了嗅味道 Oh my god 这位有点酸爽啊 意犹未尽的小猴子 便又上前闻了闻 Oh my god 有点上头呀 于是一把阻着鸭子的嘴巴 好像不允许他再张开了 因为那味道实在是太重了 此时的鸭子也很无奈 心想 该你啥事 随后伤心的鸭子就来到了河里 小猴子也紧跟气候 试探性地试了试一下水温 哎 感觉还不错 接着慢慢走入水中 突然 Oh my god 刚刚发生了什么 原来是虚惊一场 自从上次与黑蟒精大战失败之后 小猴子对水中所有不明事物都特别警惕 所以他方才格外地紧张 站在岸边依然观察着水中一切的风吹草动 就在这时 他似乎发现了什么 紧张兮兮地望向水中 他想要鸭子替他前去查看一下 胆小的鸭子听到有蟒蛇根本不愿意去冒险 于是小猴子纵身一跃 跳入了草丛之中 吓得鸭子转身就逃离 而小猴子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好奇宝宝定律 在水中四处寻找着黑蟒精 可是找来找去也没找到 看着气弱的鸭子 小猴子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疯狂地追捕着鸭子 你认为鸭子它有错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仔细看 这只猴子在向小鸭疯狂地吐着舌头 他这是在干嘛呢 我买嘎的 他准备要把小鸭吃掉吗 就在这时 他好像看见了什么 于是他望着远处 拿起一只小鸭直接丢在地上 仿佛是在向对面挑衅 气势汹汹的鸭爸爸来到了小猴子面前 不料到鸭爸爸被小猴子三两下打败了 而且还被小猴子骑在身上面 似乎遭受到无尽的嘲讽 紧接着小猴子一把 捧住鸭爸爸的羽毛 把他拽往一处行走 这是要去哪呢 原来他是想把鸭爸爸塞入这洞中 可是鸭爸爸怎么会任由他摆布 转身就要逃离 小猴子一个飞身扑月 一口咬住鸭爸爸的脖子 把他往洞口方向推着 鸭爸爸拼命想要挣抠他的魔爪 奈何实力的悬殊 最终鸭爸爸还是被塞入了洞中 这时的小猴子待在地面上 用脚当做镜子 仿佛就要被自己帅气的鹰姿迷倒 突然 鸭爸爸趁气不备从洞中飞了出来 谁知迎面撞见了大哥 这可给小猴子乐坏了 跳跃在大哥的后背上 试图想要劝说大哥和他一起欺负鸭爸爸 然而正义凌然的大哥 根本不屑与他为伍 因为小猴子一点也不讲武德 转身就要离去 这可给小猴子气坏了 只见他后脚发力 瞬间跳到大哥面前 想要放倒大哥 然而你当大哥是白叫的吗 一口把他按倒在地 疯狂地撕咬着 你认为猴子与大哥谁更胜一筹 欢迎评论区留言 这是一场四人沙滩巅峰对决赛 伴随着紧张的音乐 比赛直接开始 只见四人混乱地打斗在一起 很快他们两两分出明确目标 小猴子对战的是大哥 二哥对战老三 只见小猴子对大哥使用拿手绝火 一招猴子偷逃 就把大哥放倒在地 大哥也不甘示弱 一个回旋转身 摆脱了他的魔爪 紧跟着是巨嘴狂咬连招 攻击着小猴子 小猴子巧妙地利用无赖躺地势 破开了大哥的连招攻击 因此燃起了大哥无尽的愤怒 疯狂地撕咬着小猴子 这对小猴子来说郑重吓怀 他就是要激怒大哥 因为发怒的大哥见谁都咬 于是他把大哥 引到了二哥和老三面前 在一旁看着三条狗打架 最后想来个坐享游翁之力 得意地发出鬼魅笑声 在他们当中威胁最大的就是大哥 小猴子趁大哥不注意 想要再给大哥一个猴子偷偷 而大哥就像早有防备一样 让小猴子奸济并未得逞 随后小猴子挪动着迷人的小碎步 转身一跃 跳到了大哥的后背 犹如骑大马一样 但是大哥哪有那么容易驯服 一个俯身侧摔 就把后背的小猴子摔倒了地面 最后在主人的到来 暂时终结了这场比赛 你们觉得这场斗争如果继续 谁会更胜一筹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